甚至想活得久就别多管闲事 可有时候避不开的 还是得插上一脚 拒接上级蝎子一时脑子发热 进去医院捕刀怪癖股东 不曾想中了倩姐的圈套 闹出一个天大的乌龙 我只相信眼睛看到的是 怪不得抓不住凶手 原来是家里出了内鬼 蝎子我小看你了 真没想到你竟会背叛老板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倩姐若是想知道真相 告诉你就是 可知道的越多危险越多 你要想清楚了 蝎子神情严肃 倩姐听到这话 也是陷入了沉默 在西港在园区 知道的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可这件事已一发不可收拾 倩姐很快做了决定 十三你带他们去外面守着 没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所有人跟我走 我来到病房外 不用多想蝎子瞒不住这件事了 肯定会说出老板利用八面的计划 嗯 十三哥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蝎子主管终于园区终于老板 不可能干那种事 希望如十三哥所说 感觉蝎子主管挺好的一个人 我跟大牛瞎烈烈 主要是告诉他别问那么多 现在不适合说话 半小时候 倩姐跟蝎子走出病房 只见倩姐脸色阴沉的能挤出水 今晚的事不许说出去 否则我要她的命 大牛尤其是你 说话前掀过脑子 倩姐我保证一个字都不提 十三你们回园区吧 这里不需要人看着了 是倩姐 我没有多余的话 倩姐已然知晓老板的计划 接下来还得跟蝎子收拾烂摊子 这纯属惹麻烦上身 我跟大牛则驱车返回园区 好混 这一天天麻烦是够多的 可除了这么大的事 园区应该不会发辛苦费了吧 园区的马内就别想了 这次的是要有丁点差错 连命都得搭上 我懂富贵险中求 请十三哥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该说的还是得说 记住我之前交给你的话 那很重要 我已经被除了 大牛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表情变得严肃 等我们回到园区天都快亮了 由于跑了一夜累的不行 便在宿舍休息 虽说搭了一个股东 但整个园区还是照常运行 一叫起来 我跟大牛被分别带去问话 没事只是随便聊聊 倩姐有话尽管问 我一定会好好配合 股东嘎的时候你在哪 我就在门外 站在蝎子主管身旁 嗯 在出事之前 你跟大牛离开一段时间 去哪了 是蝎子主管吩咐的 让我跟大牛去巡逻 可我们实在太饿 在楼梯口啃了个面包 监控应该拍到了 倩姐继续问话 我的回答则是九真一假 除非抓到八面和燕美 或者大牛脑子短路 十三我有件事 还是得叮嘱你 倩姐请说 姐知道你聪明 经历了一连串的时候 应该能猜出些东西 但有些是自己知道就行了 多谢倩姐提醒我懂 聪明是好事 但四处显摆 确实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行了下去忙吧 当回到工作大厅 看见大牛已在工作 便知道他没说漏语 之后扎哥走了进来 你们听着我说两句 艾丽娜已经回了红浪门 往后电杂簿 还是我来管 恭喜扎哥 行了继续工作吧 扎哥吩咐完事便离开了 这倒是在我的预料中 毕竟这次负责接待的人是倩姐 事发地在红浪漫 倩姐肯定要受到惩罚 至于蝎子和其他人 等找到合适的背锅侠 肯定也得跟着受罚 下班后飞哥找我过去 飞哥怎么了 你那边没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出太大的乱子 不过要等这件事完全过去 才算真的安全 也是 我刚打给老板 说要离开园区了 啥为什么 飞哥在园区过得不是挺好 我听到这话十分不解 一时有些难以抉择 若是放以前 二话不说 肯定跟着飞哥走 可如今有了难以割舍的存在 而飞哥也看出了我犯难 老板没答应 让我有什么事就去做 但不能退出园区 否则就把我们 见不得光的东西发回国内 好狠上贼船就走不掉了 一旦跟园区闹翻 西岗也容不下我们 到时候连个落脚地都没有 话说飞哥为何要离开园区 一点私事 我不想拖你下水 飞哥没具体说明 这个样子是真的不想连累我 其他人我也可以不管 但飞哥遇到事的话 我肯定要帮忙 你为了做这件事要离开园区 肯定不简单 说出来我帮你 十三哥跟你交个底 说实话我也确认 尤其是脑子好使的人 但这次要面对的水太深 我都把握不住 真不想把你拖进来 飞哥这话说的 当年要是没有你 我这会连骨头都被雨做干净了 好带你去个地方 飞哥也不是矫情的人 当即驱车带我离开园区 我观察四周 倒是没有发现跟踪的人 别看了 哪怕我说出要离开园区的想法 他们也不会派人盯着 开园区 难道飞哥有什么重要把柄 落在了老板手中 主管除了自身能力够强 还得纳头名状 老板要有你的把柄 觉得能掌控你 才会放心用你 懂了我还不够脏 若我身上背着不干净的东西 老板认定我会一条路走到黑 才会慢慢重用培养我 也不是我臭美 我认为自身能力还是有一些的 差的就是底子太干净 跟扎哥蝎子他们比起来 干净得像张白纸一样 片刻后车子 停在老肖别墅前 我们来找老肖 等此时跟他有关 你跟老肖的大佬 打掉之谜有线索了 是吗 是耗费无数钱财后 终于有了一点眉目 飞哥脸上露出一丝欣慰 我则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思索再三后 还是把心中顾虑说出 飞哥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就说 别跟我客气 飞哥为了一个顽固之人 值得吗 这里面的东西太复杂 你应该能猜到一些 不仅仅是为了复仇 若是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能走进老肖的别墅 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我不会退出 只是问问 我再次表明态度 飞哥的大佬留下三组密钥 这里面还关乎一个战虎 说实话 我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若是成了 我随便拿一份好处 就能一事无忧 接着我们走进老肖别墅 客厅里只有老肖和猛仔 坐机马能来的就是自己人 等最后拿到好处 每人都有一份 果然他们仇要宝 但是那位大佬留下的东西也想拿 毕竟他们手里有一组密钥 老肖先说说你的线索 十三这件事非同小可 你得想清楚了 中途若是退出 都不需要别人动手 我先嘎了你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也赶床 好那我就开始说了 我已找到当年给大佬下毒的人 证据确凿 是谁 诺克尼 大佬的养子 他不是干了吗 可谁又见过他的尸体 让我们找得好苦 人在哪 大吉利服刑园区 他如今是管理层 太远了难搞 我们在那边没多少实力 计划受阻客厅内的几人 陷入沉默 大家都清楚 贸然过去就是送菜 唯有猛仔没当回事 我气 一定问出肖爷想要的 大不了一换一 你别说话 我跟你的身份肯定用不了 我们得想一个合理 接近诺克尼的办法 可以用八面的办法 搭上线跟诺克尼交易 他不是管理层吗 我们卖猪仔给他 十三没有啊